事件的父亲哈摩出来见雅各,要和他商议。 雅各的儿子们听见这事,就从田野回来,人人愤恨,十分恼怒。 因事件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,与雅各的女儿行淫,这本是不该做的事。 亲爱的弟兄姐妹,痛苦往往是对所认识的人,特别是心爱的人的遭遇,伤害后的情感表现。 这正是哥哥们听见妹妹迪娜的遭遇后极其痛苦的原因。 换句话说,越心爱的人往往给我们带来的痛苦也越深。 所以千万别因被外头的女人伤害后,倒过来去伤害家中的另一个女人,就是妈妈。 有人因失恋受了伤害而自寻短见,这对家中的妈妈是极其残忍的。 愤怒,这是受伤后的另一种较为激烈的表现。 就如动物受伤后,又被逼到墙角,它会表现出愤怒凶猛的样子。 可见,迪娜哥哥们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。 愤怒有些时候是正义的表现,有些时候是情绪发泄的途径。 然而,绝不可受愤怒的情绪操控,免得陷入恶的试探中。 正如经上所说,生气却不要犯罪,不可含怒到日落,也不可给魔鬼留地一步。 可惜,迪娜的哥哥们在愤怒的情绪中失控了。 结果带来灾难性的后果,正如希伯来法典上写着,人愤怒的时候就会犯错。 不少人在年数上是大人,在情绪上仍是诸鲁或小孩。 我们应当如此地向神祷告,让我们一起祷告。 主啊,让我的生命借出圣灵的果子,仁爱忍耐温柔节制。 这样一来,让愤怒远离我,免得我失控而恶上加恶。 相反地,处处流露你的爱与智慧,使你的永美彰显在我身上。 求你的灵管理我,充满我,奉主耶稣基督的圣明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